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比特幣 比特幣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樣 有些東西打開出來就收不下去 什麼叫潘朵拉的盒子呢 其實就是以前在希臘神話裡 就私給了一個壺 給了潘朵拉 叫他千萬不要打開蓋 打開蓋之後 有些災難性的東西會出來 潘朵拉敵不過他的好奇心 就把那個蓋打開了 有很多不幸的事就出來了 疾病、禍害就出來了 因為出了事 他很緊張地蓋上蓋 那個蓋只有希望沒有飛出去 其實虛擬貨幣 因為過去應該是五六年前 因為大家都打著一個旗號 去中心化 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 因為政府大量的QV 覺得拿著法定貨幣 一定會死路一條 創造了一些虛擬貨幣出來 創造了虛擬貨幣出來 創造了虛擬貨幣出來 其實創造了出來之後 這件事就不會滅亡的 因為他就好像潘朵拉盒子 打出來的一樣 是收不回去 那你可能會覺得 我寫了這麼多文章 都看不到虛擬貨幣 又說他做不到 一個叫做法定貨幣 就是用來做交易商品 是做不到的 但是你又覺得 他不會被打敗的 那是不是很矛盾呢 那我想說回一個電影 那部電影就是回雲夜 周星馳一個很經典的對白 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 死就還死 兩樣東西來的 要搞清楚才行 那現在比特幣出來 就是七孔流血 七孔流血和死就是兩樣東西 那所以你說他是不是 一定不會存在呢 就一定不會 那比特幣有一個很聰明的地方 那其實他不是空氣幣 因為大家經常說他是空氣幣 他一點都不是空氣幣 因為他很聰明地 就是將他和能源掛了勾 因為滑幣是需要電力的 那電力的損耗 就是代表著比特幣的價值 這個是他很聰明的地方 雖然滑幣每一天的消耗 是等於阿根廷整個國家的電力 但是這個沒有所謂 這個反過來就是反而他的價值 就和其他空氣幣不同 因為他和他的消耗電能掛了勾 令到他有價值 這個是一個絕頂的高招 我不知道他是 就是預先已經是計劃好想這個高招 還是因為誤打誤撞呢 就是成為他不會滅亡的最主要原因 那他不成為法定貨幣 但是他可以變成一個炒賣工具 就是說接下來他就會以一個 滑幣的成本 電力的成本 做一個中軸 向上向下 不停地拉動去進行炒賣 那這個就是 比特幣其中一個炒賣的用途 第二個就是做黑市交易的用途 今天想說的潘多拉的盒子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